今天又是一个赚钱的日子 我们来看一下三线纠结 就这次的重点 一般来讲使用均线的时候 大家会用到五均十均二十均 通常来讲像我们这个 我个人本人 因为我们的股票比较标 所以我通常不会用单独的五日均线 要变成说有的时候站上五日均线 怎么样跌破五日均线 在我来讲是 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那原因在哪里 我解释给各位听 为什么我不赞成做什么 跌破五日均线这件事情 你仔细看这个系统 毫无疑问是这一波最强的股票 那我问你 他这里跌破五日均线你出掉了 为什么今天出错 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一出掉再大涨 这个就是不能用五日均线的原因 像这一天有没有 理论上来讲你拉回了这根假日出 对不对 假日落之后如果多头抵抗 是不是应该买这一根 那可是你在五均下面 你怎么处理 好比说你建仓的位置很漂亮 你追在这里 算很漂亮吧 算漂亮 当然日出点在这里 没有错 那假设你是买在这边 因为消息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那时候消息已经出来 好那你买在这个位置 拉回来 结果你在这边五日均线 你失守以后你把它出掉 日后上来 我用线形解释给你听说 这补缺口你干嘛出 那个都唬烂了 那我们的日出制度很简单 你在上升格局当中出现了连续三天 高不过高嘛 对不对 第一次收在昨天高点上方这一根追 超漂亮对不对 可是你说这一根被洗掉 那洗完以后上去 我对五日均线感觉很困惑 老师他就变成说我这里要先赔一笔 赚到这几根 但是这一根我又没有赚到 为什么五均不能够这样用 我解释给你听 所谓的五日均线 它是五个收盘价加起来 除以五对不对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档股票 假定它是全台湾最强的股票 扣掉新贵不算 它拉了五根涨停的话 我问各位 礼拜一加礼拜五全部加起来 你把它除以五之后 它的价格刚好是礼拜三的收盘价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对不对 那你礼拜五的收盘价 跟礼拜三的收盘价中间会差多少 刚好是差在礼拜五的那10% 礼拜四的那10% 跟礼拜三的中间5% 所以当你跌破五均的时候 如果你是第六天去跌破的 因为你五均会往上再拉一段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去跌破它的时候 刚好是多少 20%到15%中间 强制股拉回20%是买点 你一卖刚好出掉 所以不能够用五均 你要刚好相反 破五均是买点 这个时候很多人说 正统学操作的人 我真的是很认真想要操作 我是跟你 真枪实弹 我要在股市当中 用操作来赚到钱的这些人 他学了很多这些东西 他感觉很困惑 遇到我 超市你讲东西 跟我花了钱在别的地方 上过的课堂上面 讲义写的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说跌破五均要先停损 先停利 结果你反而在那个地方去抓买点 是不是我可以写一条来说 跌破五均现在是买点 我说你这条也不对 也不对啊 你这两条都不对 那我就感觉很困惑 到底什么 所以其实头队没有 你们都学错了 重点不是在于 它是五均或是它是十均 重点是在于 你要在哪个阶段用五均 哪个阶段用十均 刚学的人最容易去犯一个毛病 就是他改参数 我发现五均会被洗掉 所以我改成八 我发现这个KD933太快 我把它改成993 963 我自认为我自己很聪明 比你们高人一等 我要把它改成1333 这些都是 有一句话叫做消逐四旅 你知道吗 就是鞋子不合脚 我不去买一个适合的鞋子 我砍掉我的大拇指 穿进那双脚 他这个意思 就永远都是在找一个 看似完美的参数 就好像很多人 学那个量化分析 就是学那种城市交易 学到最后发疯了 他已经一头栽进那个地方 他已经疯 在那个迷宫当中走不出来 他永远耗尽他一生当中 在寻找一个完全完美的 这种所谓的交易城市 没有那种东西 不完美就是最完美 为什么会有三线纠结这种东西 因为三线纠结就代表什么 你一定包括一个跌破 加上一个不跌破 你才会纠结 对不对 我讲有没有道理 一定包括一个跌破 跟一个不跌破 那为什么要包括一个跌破 多头抵抗的重点就在于说 给我空方讯号 但是不跌 叫做多头抵抗 空头抵抗的重点在于 给我多方讯号 但是我不涨 所以黄金交叉之后的隔天 通常是跌的 你不觉得吗 只有33%的几率 他会在第二天直接涨 通常都是你金叉之后 隔天震荡 再震荡一天 第三天拉上去 对不对 我讲的东西 我讲这个东西 有的观众 我跟他有的观众 听我的节目一开始不习惯 我是真正的交易狂 你知道吗 我不是那种 在教室里面写报告的那种人 我是真正的交易狂 我认为股票 就是拼出来的 你不用跟我讲那种报告不报告的东西 这根就是买点 他日出点 三线收链 那有的人就问说 老师是不是每次三四线收链都是买点 当然不是 是这个阶段是 好不好 继续看我的节目 你的功力会增加一加值 延续我昨天的话题 如果连伪创广达技嘉都赚不到钱 你其他的AI根本就不用赚钱了 这三题叫做基本分 叫国因素 叫共同科目 剩下的你要再跟我讲说 投信派 主力派 市场派 当充派 我们再来分科系 你国因素没有拿到及格 其他都不要讲 你就用这个标准去检视你们老师 你们老师如果连伪创广达技嘉 连这种分数都赚不到 不用谈 不用聊 不用跟我讲AI 也不用装了 也不用跟我讲说什么 我当时什么50怎样 150通通都不用 你就直接告诉我 老师我现在播电话给你 明天你能不能带我赚钱 这句话 就够了 这是人生的答案 对不对 市场形态走势加上市场期待 今天的重点几个 来第一个 看一下 所谓的空头惯性叫做什么 每一天昨天高点不能过 但是你看今天过了 这一根是关键 所以今天早上谁拉这个过桌高 在这15分钟当中赶涨的股票就是下一波主流 注意那下一波主流 就大盘来讲这是一个日出格局 第一次收在昨天的上方 但是它没有形成周日出吗 还没有 周日出的话下个礼拜机会就很漂亮 如果你这边下个礼拜来一个周日出 所以下礼拜这边要有个周日出 就很容易上来 那就可以把这个颈线当作是假破 你那个周日出拉不出来 再下去 但你这个日落就变成回撤颈线 常常有人在学那个什么 形态学就会假定他是M头或不是M头 这种做法其实都不是实战派 这种都是就是教士派 在教士里面有一句话要纸上谈兵 你们去看一下春秋战国有个故事 叫纸上谈兵 就是很多人有一个人懂了很多的兵法 那我们就讲一个实战派 其实不是这样子讲 因为你个股不日出 个股日出 跟你大盘日出 大盘不日出 有四个向线 有一种情形就是大盘日出 个股日出 大盘日落个股日出 对不对 那大盘日出个股日落 对不对 大盘日落个股日落 四个向线 它带出来的概念是不一样 因为你这可以用来决定 你要买的是 单干一张股票 中小型的股票 或者是买大趋势的股票 或者是决定你现在买右上角 或左上右下角 那我们来看 今天上涨除了 大家想象的AI之外 事实上不是这样 我已经讲过的不是这样 很多人把股票下跌 把自己的股票下跌 把文帽下跌 把联电下跌 归咎于说 非AI都是BI 对不对 这个市场笑话 这种我都觉得人笑话 一点都不好笑 明明划成人家在赚钱 对吧 事实上这个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有吗 这就是最标准的 日落不跌 你看 照理来讲你是一个头肩 形态学的朋友 你是不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头肩 照理来讲 警线测距在这里 书上是不是这样教你 没有那种事情 给我一个空方讯号 不跌就是多头抵抗的 电影投控 车用PCP PCP毫无疑问是这一波主流 我们就算对了 我们在自由跟各位讲 我们当时是在上个礼拜 我来告诉各位 右脚比左脚高 没讲我不信蔡 买到电影的 恭喜你 如果你赚了100万 记得是我蔡振华教你的 把这个经验当作你人生当中 成功的一个经验 从此以后告诉自己 每个礼拜都要赚100万 再过5年刮目相看 我们大安区 大家一起相见 再来我们来继续讲 我的重点在于 谁先盘好谁先涨 这句话才是重点 我今天不管你是AI不是AI 真正会做股票的人 我们的逻辑在这边 你不可能今天告诉我说 你买每一档AI都赚钱 少骗人了 你们老师也跟你说要带你做AI 今天有赚钱吗 昨天有赚钱吗 有吗 有吗 人解套了一大堆好不好 没有赚钱啊 因为以后AI会有500档到1000档 你以为你嘴巴讲AI你就一定有AI 没有这种事情 每个阶段长得不一样 这个地方叫做三线纠结 盘整完毕 准备喷出 对不对 为什么要纠结 纠结一定代表破一个五军 或是破一个十军 但是守一个月军 就是纠结这件事情代表说 那个讯号是混沌的 好事有用又没有用 叫做纠结 讯号的混沌 你知道吗 来我们看一下 你从仙境观看得出来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跌破 跟一个不跌破 就跟你讲啊 是证明逻辑还是对的嘛 那我刚刚讲到了 形态加上市场的期待 现在大家最喜欢的是什么 有人气在哪里 就AI啊 所以你配合这个形态 加这样市场的期待 你就可以抓到墙中墙 人中人 成为人上人嘛 那你看其他其他 像比方说昌和啊 这也不是AI啊 还不是一样 纠结完拼上来 好那我们讲到 这一次的主帅 AI2.0 我要怎么带你做 这2.0 1.0就是拼勇气嘛 追到最后为止啊 2.0是要靠技巧嘛 什么叫靠技巧 你的广达跟我的广达 跟林白利的广达 是一样的广达嘛 那赢家在哪里 买在起涨点的人嘛 所以2.0 我们这个地方加上策略 广达毫无疑问 如果你今天过高才去追 恭喜你了 对吧 你一定很辛苦嘛 以后阵一阵甩一甩 不管怎么样 很多人说 这些AI股票找到哪里 我以广达为例啦 它6月赚1块钱嘛 假设一家公司 每个月都赚1块钱 理论上是12块 但是因为它双绿双生 有可能未来单月 有机会往上走嘛 我就先讲一个 简直的逻辑 全球的共组NVIDIA 本预比大概差不多 200到250倍 200到250倍 你不用怀疑啦 本预比250到200倍 台湾的拉不到那么高 估计是不太有机会 但我们抓它的六分之一嘛 对吧 抓它的六分之一来个五六十倍 如果一家公司可以赚12到15块钱的话 你乘出来算七八百也不为过 当年人家广达也掌握七八百 所以这个东西你清理知道有个底就好了 它不是一个 它只是一个常理上的概念而已 它不是一个真的所谓的估值的估算model 但是从这个条件下你就知道说远方有一个NVIDIA在那边 它的本预比是250倍 在这个条件之下什么股票都可以飞上天 对吧 你知道找到哪里 人家25年前八百多块 你至于广达以前八百多块 对吧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 再一路冲高了 这个逻辑讲过了 买点就是本周一 对吧 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续工 有没有 这个缺口 日出嘛 那它日出是什么 右边比左边高 这不就纠结 你今天在一个日出的话周星要上去 所以未来在冲高的过程当中想像空间很大 但是如果你今天才去追你很辛苦啊 你这里才追你很辛苦啊 尾盘一个上一线你又怕怎么样 你又想把它尬掉 对不对 可能心里想说什么三千五千认赔 认赔就没了 等到下次上去你又不敢追 对不对 所以第二回合我们说2.0 我这样子讲啊 礼拜一跟我们买广达要先持得点 什么叫先持得点 很简单嘛 你有赚100万你就先赚100万嘛 而我昨天讲过了啊 还没有赚到100万的拨电话进来 我会亲自看你的部位是怎么回事嘛 对吧 那先持得点之后来我们看哦 人生是没有停下来的空间啊 下一步就是要买顶天 为什么买顶天 三线纠结啊 三角收敛还不纠结 对吧 我跟各位讲哦 机器手背输送带跟机器人哪里不一样 机器人眼睛会看啊 对不对 有那个 那个协作机器人有一个安全规范啊 比方说你 打扫的人经过他 不小心背后碰到他怎么办 他会停下来 不然把你搅进去怎么办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那个意外 他会停下来耶 他是有一个 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规范的你知道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顶天啊 哇塞 这果然涨停了 昨天涨停了啊 今天再涨停 对吧 我就讲嘛 先持得点啊 有没有 这个 什么叫会做AI 不会做AI 差别就在这里啊 当今全台湾能够 像我蔡振华这样能预告给你看的 我讲逻辑哦 三线纠结哦 你不要跟我说没有 纠结哦 有过帅啊 所以跟着AI做 跟着会做AI的人一路领先啊 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重点 你们要记好了哦 假设你在操作AI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咬到这个礼拜提供价差的部分 你会很容易七上八下 你比方说像银帮这么好的股票 对不对 这么好的公司 假设你是买在这一根 你都非常有可能在这一根出掉 因为这里有一个缺口 你会怕 你会怕涨多了以后回撤 对不对 因为五菌跌破是买点嘛 我没有讲错 没错啊 这五菌啦 害死人真的是 真的啦 我跟你们讲 哎呀等一下 我又打错了 这个是有一个五菌嘛 F10 我都一直按错 有没有五菌嘛 对啊没错吧 你刚好卖掉这个地方上来了嘛 这一次有五菌嘛 两个五菌跌破了卖点 这边卖错 这边卖错 反过来跌破五菌找买点 买进买进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想过为什么 纠结啊 一定是一个空方带一个多方 混沌嘛 那我们讲说 顺大事逆小事 讲什么 小事是逆风 小事是向下跌 对不对 好那这个以后教你们再继续讲 所以我今天强调一个重点 如果你的股票是对的 但是一段时间没有跟你价差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像金像电 如果你买在这边呢 跟你买在这边呢 你买在这边跟买在这边差在哪里 你买在这边非常有可能停损嘛 也有可能昨天卖掉啊 但是如果你买在这边呢 今天赚200万都有可能啊 去问一下我们家群组里面那些 这礼拜买金像电的 每个都很high啊 因为你我会做AI啊 我不是只会讲AI啊 很多AI是用讲的啊 是用聊天的 讲一个故事给你 画一个梦 AI多棒 AI多好 只要AI继续往上涨 我们股票就会赚钱 AI棒AI好 我给你一个AI的专案 我专门做AI 我 我当时买在50 你看我们起张点就在那边告诉你 你看我 屁用啊 真的啊 我讲直接一点嘛 你就 你就问你们老师 这个礼拜操作的AI 有没有赚钱嘛 礼拜一有没有买广达 对不对 你说只会讲AI 哇把AI包装得好棒 放心好了 我们还会上新高 没有用 哪一天就算上去了 你也卖掉了 你要赚AI就是找那种真正会做的 实战派 对不对 我就讲一次嘛 你的广达跟我的广达跟林北里的广达 大家都一样的广达啊 谁的广达赚钱 买在起张点的人赚钱嘛 好来波洛威 滑星光快要出来了 波洛威先把它拉上去 均线纠结 有过简单的 真的纠结有够好用的 什么时候要用哪一招 我会告诉你 金箱店买在这边没有用 买在这边马上赚钱 对不对 你说你买在这边 金箱店报两个月 果然没错 对不对 你还先赔再赚 那你为什么不这边买 就直接赚 对不对 你这也不能够先赚别的股票吗 当然可以啊 金箱店买点在哪里 在均线纠结的地方 你买在发散的地方干嘛 你告诉我 这里就均线发散 你买干嘛 你不买纠结 你买发散 老师我金箱店很懂 我知道头信要大买 我知道头信要压PCB 我告诉你 AI的这个伺服器的板子 要30成 这个毛利率是多少 不用讲那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 这叫均线发散 我买纠结 谁赢一目了然 买了就涨 涨了就锁 锁了就喷 一根长红百万千万 在你 我就再讲一次 你来找真正会做AI的人 我是AI网 全市场对我的评价很简单 我们是实战派 我是真正的实战派 你要跟我讲那种 什么被报告的 讲那 表演 我懒得你今天讲 坦白讲 我也没有兴趣去 故意演给你看 反正你终究会来找我的 你这半年来 你跟了多少 说什么要带你做AI的 对不对 只要你失望了 你终究会来找我的 买了就涨 今天盘面最重要的都不这些 你也不用帮我们歌功颂德 对不对 顶天两根广达创高 金像店所涨停全市场都知道 我也不用跟你 我今天就讲一个是 你知道今天看盘 真正重点在哪里 刚才这些都是创新高的 今天有一个重点是 创意指纹 也就是说 很多的AI从右下角要养起来 要养 养住它 这是准备长额奔月中秋节的AI 第三波 我要开始养 就是那种跌的低低 刚上来的 来讲几个 首先人保算高还是算低 当然是高 创新高 不算高 开玩笑 你跟伟创比怎么算高 他才刚涨 伟创涨半年了 对不对 人保才涨不到三个礼拜 对吧 是吧 当时长黑被他出货 没有那种事的 人家急掌 好 那人保集团 像现在主帅是PCB 对不对 他们家不是有一个PCB吗 这次大盘跌下来破前低 他没破前低 可是为什么他回比较深 去年11块 今年上半年好像不到2块 原因简单 因为人保是后来才加入战局的 他以后要做PCB 假设说他明年大出货 第四季开始加温 那我问各位 他们家族的PCB 金人保集团 营收是不是下半年会出来 这第一根起涨 我现在举个例子 就来讲一个东西 今年很多的股票 从右下角 刚刚要上来 而旗开得胜再下一层 现在所有的朋友 想尽办法跟我联络上 不管你用网路 Light at 还是什么 你用电话什么 随便你 你只要在明天早上10点半以前 联络上我就好了 我给你30分钟 我们来大干一场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系统刚刚讲过换手成功 洗刷掉两次的武军 然后再往上走 它的逻辑就跟资源是差不多的 那资源再往上走 我们当时说先跌先止跌嘛 银帮还是这一次饥渴的概念 注意哦 饥渴我讲饥渴 饥渴有低价的 银帮当主帅嘛 接下来有三档股票 我冒这个没有 很多人没有讲我就不说了啦 这个如果你是有这种股票的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你没有动能 对吧 其实对的股票都上去了 你看见准 有没有 好那赶快来跟我们做全新的股票 那清晨 那饥渴 对吧 打一个双底嘛 这个当时从这个位置 有没有 我们都对比了 我这个都不是今天随便抓的 我在第一档上来之前都有告诉你 好那承明店 那这是另外一个饥渴 再来我们看到永德 他那个防水的 现在不是静默式的那个散热 有没有 对他那个伺服器 联系防水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星云 先进封装设备已经整理到尾端 均线纠结过一次 再来四星 四星KY 那守住的季线 再来我们看一下灵阳 IC设计要来的 从创意四星再加上小晶片 再来我们看一下照例 这是走他自己的折叠手机的逻辑 好注意一下 这有新的东西 十英元件 AI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 来回操作AI的指标股 四G布局AI的新股 这我要讲的重点 每个礼拜要抓到什么 那个礼拜他能够提供价差的部分 你不能说股票永远都在爆 你要招到能够提供价差 这个礼拜提供价差就顶天 就广大 接下来我们要布局的是下个礼拜提供价差的股票 对不对 不过另外进来 周末在进场 注意哦 礼拜五绝佳进场点 务必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服务当局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努力判断